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上流攻略 星期六的時候 今天我邀請了一位嘉賓上來 就是我的朋友Albert 今次是我的朋友 是呀 不要贏我的朋友 Albert究竟是一位什麼人 因為其實我認識Albert的時候 就是在餐飲聯業協會 在一個聚會上認識他 他坐我旁邊 我們在吃飯聊天 原來發現他是一個人 搞了一大盤生意 做了五間餐廳 接下來五間 接下來有五間餐廳 原來其實是一個年輕人 我都覺得是一個年輕人 當然是年輕人 原來就是可以做到一盤這麼大的生意 我就說不如抓Albert上來聊聊天 看看究竟一個人怎樣可以做到的事 原來發現他是有會計師的背景 是 之前做會計的 是呀 你簡介一下吧 Thomas今天第一天認識Albert 對呀 你會做了一會計師去吃飯 如果我認識了兩位朋友 一位Albert 另一位就是接下來在這區會開一個面店 又是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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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計師這麼多 我也是AR會計師 對呀 你也是會計師 認識了很多會計師 但為何全部都轉了 不是會計師的行業 最主要是有一點興趣 還有 07、08年那時 自己家裡有一個店位 就開始做的 那 07、08年那時就比較靜一點 難租難買 那裏有多大 第一間店的時候 是大約一千多呎 五大 我想是由一個三十個座位 日本餐廳開始做 就是有個店位 我 因為那裏是西環 就是在我以前舊中學附近 我經過過 其實我見到 那個其實是一個雜角位 就是接近一間警署 對面已經是一個店位 還有一大條馬路對沖著 總之那裏是風水馬地 我覺得 就是我見過開車都很快 是很難做的 除了對面還有一間電腦店 我記得 是的 很清楚 很清楚 因為那裏很記得 每一次的燈位都等很久 Albert 你便說 你便說我很直接 你便說 那裏店都是你家 你便知道 我們這輯節目 上流公落 經常說自己努力 其實不一定要富二代 如果有人說 那你也是家裏有個店 我家裏沒有一個店 我住屋邨的 那我就沒有機會 那你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也不是的 如果你接盤生意回來的時候 或者開一盤生意的時候 是一個難做的生意 都是難做 租的時候也要頂租 可能也有些新宣事 是嗎 開店的時候 一開店的時候 我想不夠第一個星期 但是我樓面那三個人已經離開了 可能因為開頭真的不懂做盤菜 亦都不懂做餐飲業 我自己日初做經理 下午落場便進去洗碗 晚上再做經理 夜少少九點 那些客人走了 又進去洗碗 這個都持續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即是洗了很久 要大餅 要洗大餅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一陪說過這件事 其實我又覺得 大家如果不是富二代 或者家裏環境不是那麼好 你都不需要批評 人家環境好些那些 大家不同出身 我爸爸背景好些 那條路容易走些 我沒有錯的 亦都不代表我不勤奔不勤力 不用仇富心態 仇到富二代 人家的環境好 爸爸有錢不是罪 你又罵到人家死 就像Albert一樣 雖然你問我客觀上 其實家裏也幫了你少少 但也沒有錯 那個是我爸爸媽媽 幫我少少 有什麼問題 但最終我都是自己 下去洗大餅 捱大盆生意 反而一定要 我覺得要好好利用 是 如果我不懂得利用 我不是現在叫富二代 以前叫做百家仔 對 二世祖 二世祖百家仔 會是這樣說的 但我覺得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的 搞到一盤東西出來 其實是好 我另外一回香港 經常說 我家裏比較環境好些 難道要引以為恥嗎 那我就好好享受 大家也不需要一定覺得 你家裏很仇恨他 很多家裏環境好些 但好像Albert一樣 仍然他非常努力 想上去自己搞亂生意 又要洗大餅 但當初真的 為何 你純粹是因為 你一直跟我說 其實都是說 那個店舖租不出 搞不定 那你為何要想到 要添加一個日本菜 你放其他東西 賣衣服都可以 當時自己喜歡吃東西 日本菜一定是 自己喜歡吃東西 當時的廚房也是朋友 搬起朋友 但你也是認識的 那位 那位其實都是一路吃東西 吃東西去別人的餐廳 跟別人聊天 認識回來的 認識了好幾年 不如一起做些事 租也要比 捱租也要捱 也沒有特別的優惠 始終都是 所以我們多一盤生意 都是要看 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樓面走了 那些人走了 那怎樣 店舖都要開 門口都要打開門做生意 那不可以讓它停 那些人都要打開門 那你做了多久才有錢賺 直接說 因為我經常都很實際 我想第一個店 做了起碼有一年後才有錢賺 你覺得有甚麼原因因素可以守得過這一關 令到它有錢賺 因為我覺得 如果開門生意搶來 沒有錢賺 其實對社會也不負責 對自己也不負責之外 我最贊成 最開心聽到人說做門生意有錢賺 其實有錢賺 我想自己有毅力 不要讓它停 由開始一半不懂的做生意 去到要慢慢學 開不同的店鋪 亦都 可能飲食文化的柱 或者樓面那些 他們比起我以前去認識的人 始終都是 但是教育率可能會比較低些 他們用的模式去溝通的方法亦都不同 不知道歐平能否再講 實際有甚麼例子 例如你說 你的菜式如何特別新鮮 有甚麼特別的想法 有甚麼花枝卵壽司 這些是一些銷售和市場的想法 想想菜式的想法 或者說你自己去拿貨 你有甚麼方法拿得特別便宜特別正 可否一個實際例子告訴別人 你的餐廳的特色在哪裏 令到它有錢賺 特色 我們當時做的餐廳 當時是做活魚 活魚 活魚即是跳的 新鮮的魚 有魚缸 有燒魚 即時鋸 即時湯 即時做sashimi 燒也行 其中一個 我們有魚湯 是做得不錯的 魚湯 還有焗蠔 都是特別的 即時令 即時令 其實有個地方 即我也是個頭大 其實我以我建餐廳 西環那區開始是有類似的餐廳 應該都是Albert是第一批進場 做到一些叫中價上面 因為西環一直都是做一些很便宜的 即使日本菜裏面都是大碗飯 我們叫做 因為旁邊全部學校圍著 我們都是吃大碗飯大的 但是我看到它的餐廳 開始有的時候附近幾條街 第一街第二街 就開始出現到 會有一些燒 都是焗蠔 燒 一就是 設合到市場 那個檔次的需要 第二就是 Albert和聲風 即是 在那裏整個魚缸 即是 活魚 都是一個 可否這樣說 是的 那一區才是第一個 那一區很少 如果說西環區 我就 其實沒試過 那是否因為活魚賣貴很多 的限量高很多 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活魚反而的限量是低很多 是嗎 是低很多 反而你說做 其實你的限量最高是甚麼 最便宜的那些 知道是買得最便宜的 你買的限量是最高的 你這樣說 這些類似 類似少少的 伺服器那些 那些限量是最高的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 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和大家一起聊